大家好,歡迎收看鹹徽的頻道 這次的影片是關於佛山的 上一段影片是關於塔波彈 一個舊城的生人會 比較舊的話題 這次是新的 來這個寧南新天地 看看這個咖啡 今天是第五年舉辦 我第一年不知道有些事情 所以沒有去參加 第二、第三屆也有去湊月娜 去年就知道都沒有去 今年就來回 為什麼都會隔著去參加 不是持續去湊月娜呢? 因為今年才有這麼多的規模 有些東西看 去年的咖啡字很少參展商 規模很小 小到我以為他已經搞不下去了 今年會場的規模和參展商的數量 都是去年的一倍 所以今年過了參加 但其實它的規模比前兩年是小了 之前基本上整個寧南天地都是 有前有後有 左右有 加一下就劃分三個區域 實質上只有兩個區域 加起來都沒有以前一般那麼大 但是說真的 加一下這個咖啡字的性質已經有點不同了 加一下就純粹是一個年輕人出來玩的活動 不會像以前一樣是一個咖啡愛好者的聚會 為甚麼呢? 因為咖啡產業和淪化這件事 在國內經過幾年的發展就已經變得很成熟了 好像以前一樣是一個比較少眾的存在 之前那幾次咖啡節 所以這麼熱鬧這麼多的攤位 除了佛山本地的店 還有很多廣州的店 還有很多全國各地的店都參展 因為在中國的咖啡派系來說 廣州和佛山是屬於南方系的代表 很多其他地方的店都會在這裡交流 但是這一兩年基本上就是自己玩 佛山為主 剩下的就是廣州 因為兩個地方來得比較近 除了這兩個地方之外的店都很少了 東莞江門的都會有一點點 省外的就絕對不會有了 咖啡產業和咖啡文化在中國發展得很快 有幾快呢? 以廣東來說 以前買豆是要去廣州買的 去現場的訂貨 加上淘寶什麼都可以賣 只要廣州出的店都可以找到 那些設備也是的 而且以前很多人喝咖啡都是首選星巴克的 包括我自己也是 一個星期幾歲 而且自己沖咖啡是一種很少眾的存在 獨立咖啡屋根本就不用想了 但是手沖咖啡這些 那麼有趣的玩意 慢慢慢慢在圈子裡傳出去之後 就很多人加入 所以現在會在佛山市中心 看到有很多很多的獨立咖啡店 以祖苗為中心這兩公里 有兩百多間店 當那些咖啡店發展到 就會有自己的粉絲 比較固定的客人 有這麼常口碑之後 那些店都會變成一個中心 變成一個交流場所 那些愛好者就會定期去店裡吹水 那些店都會通過交流 知道有什麼新的趨勢 所以真的沒有必要去參展 因為參展都是為了推廣自己的 他們都沒有必要去推廣自己的 所以現在咖啡節就比以前安靜 安靜到今年連自己的牌樓都沒有 以前有一個很聰明的牌樓 好像花士一樣 今年很多熟悉的店都沒有參展 繼續參展都是一些比較大 有一定規模的店 還要有差不多一支 還有今年一樣差勁 其實沒什麼賣 設備不多,豆也不多 有些人直接在現場 不賣豆,只賣咖啡 就要去他們的網店線上解決 而賣的咖啡也是以小糖水為主 即是特調 不像早幾年一樣有意識 雖然說今年的咖啡節 在咖啡這方面就沒有以前那麼精彩 但是一雞四一雞明 咖啡這些元素少了些 其他東西就會補回 所以今年一些沒那麼傳統的 或者咖啡之外的東西都出現了 好像土耳其咖啡 這種在國內比較靈略的東西 今年就第一次出現了 我最開始見識的東西 是很多年之前去伊斯坦堡試的 印象很深刻的 接著之前在廣州的一間土耳其餐廳吃飯 也試過一下 接著就沒有跟著了 因為廣東很多的土耳其餐廳 其實他們都沒有做咖啡的 只有茶 想不到佛山這裡有 屬於比較罕見 還有就是改裝車 改裝車都分為很多玩法 這一檔 其實之前都已經來過 但是今次就 講完自己去旅遊 一路旅遊一路去喝啡 去到土耳其 一路由中雅到西雅 一路過去 這條路線和我 那時自己一個人去的 其實真的有點像 而這一檔就是一班車友 由中要喝啡 所以過來一起玩 看看這部車多麼笨 一般 真的很多人過來他們的車 打卡 打卡他們的車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們有意識賣 真的沒什麼想著在這裡賺錢 只想過來交流一下 當然 還有輝春 輝春混合咖啡 赤裸裸裸的中西合璧 跟沙灣那間咖啡店一樣 不過那間都是佛山開過的 因為總點就是在社輝春那條街 這些古靈精怪的傳統東西 加上那些拍來品 其實只有佛山才有 所以加下咖啡子 真的慢慢的 多元化發展 以前真的是一個 很純粹的愛好者聚會 你喜歡喝啡的 在咖啡節 你會找到很多的滋陰 但是呢 加上你這方面的 又少了 更多的是 你會找到很多咖啡以外的東西 咖啡節只不過是一個 被人聚集的場所 裡面多了很多有趣的東西 什麼文創 旅遊 車子 這些東西 以前真的不會在咖啡節出現 今年的咖啡節 雖然沒有以前那麼大 沒有那麼多地方走 可能對於受熱鬧的人來說 沒有那麼盡興 但是 這個咖啡節 本來就是天地襯虛節的一部分 這個襯虛節 其實是整個月的 每個禮拜都有不同的主題 咖啡節只不過是其中一個部分 今次的主題 不適合你 下一次可能就會選擇你了 還有我說 這裡少了人 只不過是活動少了人 參加天地襯虛節的活動 少了些人 領南天地 這裡不會少人 畢竟 這裡是廣東省 數一數二的旅遊點 你看看 木之鎖琴街 是人頭湧動 外面那一圈 基本上是塞車的 所以 如果你們在佛山玩 怎麼都可以在這裡 因為如果你們的朋友在佛山 他們肯定會過來這裡走 如果你們在佛山不走 那些話題可能會比較少 最好就是 早上和晚上都過來看看 因為這裡 早上和晚上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好了 今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突出了 希望你們喜歡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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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